说到樊振东,相信大家对他都已经很熟悉了 在今年,樊振东已经连续24个月排名世界第一了 算是男拼选手中最强的存在 在后续,马龙和许清退役之后 樊振东便能成为新一届的国拼一哥 并且,大家要了解的是 樊振东不仅要做到在赛场上保持优异的成绩 在其他方面也需要有优秀的状态 作为国拼优秀的选手 樊振东也是其中的一员 2016年,奥运会樊振东就成功拿到了P卡 那时候他在19岁 在2017年的世拼赛上 20岁的樊振东杀入男单决赛 距离夺冠只差最后两分 随后的樊振东虽然经历了一些低谷 但最终还是克服了困难 状态回归,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巅峰 并且又在去年的世拼赛上 樊振东夺得男单冠军 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也迎来了一个很强的转变 接着又在3月份的新加坡大满贯比赛中 樊振东在决赛中和马龙相遇 在马龙苦战7局最终击败马龙 拿到了首个大满贯男单冠军 积峰排名也进一步上升和巩固 两人之间的积峰也开始逐渐拉开距离 到现在